超弄IMFJ打工人 不内卷的下班后4小时 每次下班的路上我就是听歌 换个心情 最近刷了一个视频 据说听完这首歌 即使啥也没干 感觉自己又行了 能量超强 甚至可以治愈一切的阴谋 今天再看下班神剧 越狱版的庆余年 感觉替越狱版的补妆戏 挺好玩的 让这部剧加上了一丝丝的灰血 我运动的话 基本上都是先热身一下 先拉伸 然后再腿去5分钟 然后再无痒 无痒的话我最喜欢练手 因为比较方便 但每次练完 我都想要好几天 然后就想要休息一下 练完无痒 再踩20多分钟的老人机 爆汗 他们甚至头发留下来的感觉 就太爽了 他们说爆汗几千筹呀 咱们每次运动完 回家的路上都是最开心的 我看到携手台有点脏 浅浅整理一下 我记得要是我要我不整理 一开始整理就会停不下来 然后开始打扫我一声 清理台面脱离 真的很喜欢这种 不用动脑筋的小扫除 非常的舒适 我以前听心理学家说过 心理越复杂的人越喜欢简洁 看来不能想太多 终于搞完了 开始马自 我写完睡前的时候 扭议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情 及厉厉明天还有什么需要干的事情 这样子明天早上起来 就不用再去思考了 按着我的计划做就行 并且我如果睡前不写下来的话 我就很容易睡觉的时候 老袋一脸就开始疯狂 做计划就睡不着 OK 整理一天 充满了物品 要穿点衣服好吧好吧 尤其是想要可以多睡个10分钟 终于可以休息啦 给大家分享一个 百事百灵的精神催眠小技巧 如果你失眠睡不着的时候 用它就能立刻入睡 当然也没有那么夸张哈 首先是睡前停止信息的输入 平躺放松大脑 想象一些无限循环的画面 比如无限旋转的扶梯 看不见头的森林 纯黑纯白的画面 只要让自己进入混沌的状态 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我比较喜欢想的是 我从一个悬崖往后跳了下去 整个身体一直在下沉 下沉 下沉 对 然后就睡着了 晚安朋友们明天见哦